尤其是环绕东京变梁 供给京洁良物的变 皇 惠民 广济四合 由于地位冲耀 职司重大 曹运生意也更是兴隆 然则你也干 他也抢 曹民之间彼此互不相让 因此这四合之上 纷争仇杀也是屡见不鲜 可偏偏是这个司马行天 虽然年纪不大 但凭着一身惊世骇俗的武功 和浊然不群的气魄 手持一张铁弓 带着他守下王传邦的重弟兄 在短短数年之间 竟然让这些纷争不息的 四合曹民纷纷折服 归到了王传邦的旗下 自己也博得了 铁弓大侠这个响亮的绰号 如今的王传邦 依然是中原江河之上的 第一大邦 司马行天将总舵设在鸡弓山上 一来是因为此处忧身僻静 能够静心处理邦务 练习武功 二来此处离信阳丐帮 总舵甚进 这水陆两个大邦危难之间 总可以互相照应 丐帮长老陈姑燕 吴长峰虽是长辈 但对这个新出道的铁弓大侠 也是异常钦佩 此次兴秀老怪 丁春秋投书给他 要他率王传邦全体 归顺兴秀派 是他万没有想到的 由于他出道较晚 他成名之时 丁春秋早被虚竹子 囚在了少林寺中 是以他对这个臭名昭著的丁老怪 也是素媚谋面 只听武林中传言 他的化功大法如何如何厉害 司马行天 向来对自己的武功自负得紧 接了他的头书 心下倒也颇想 以手中这张铁弓会议会 这个文明天下的大魔头 但此次与星宿派一战 却不仅关乎他一人的成败荣辱 更牵连着这举邦弟兄的生死存亡 是以他心下也是颇为担心 搞不懂对方葫芦里 究竟卖的是什么药 眼看今日便是约期了 司马行天正在厅中盘算如何对敌 忽听一阵脚步声响 他慌忙抬头一看 却见一个堕工打扮的俊秀 青年满面喜气地走了进来 认得此人是他的结义兄弟 封管便和曹运的王传 帮父帮主杨玄 杨玄向司马行天一拱手 笑道 大哥 丐帮臣 无二位长老和华山派的周同周公子 上山给咱们主阵来了 司马行天双眉一宣 道 周公子也来了 我正想会会这位新出道的豪杰的兄弟 快随我出去迎接 司马老弟何须如此多礼 这样咱们丐帮和王传帮岂不胜分了 随着一阵爽朗的大笑 一个胖大老丐已然大步走了进来 却正是丐帮九代长老之一的吴长风 在他身后 陈姑燕 周同以及忠相 孔燕周等丐帮弟子也纷纷跟了进来 司马行天忙 放下手中的铁弓 抢不来到吴长风等人跟前 身是毅力道 二位长老仗义援手 王传帮上下感激不尽 吴长风笑道 司马老弟 咱们这水陆两帮向来同气连之 献下你们有事 咱们岂能坐视不管 况且这鸡弓山本来就在本邦信阳总舵附近 咱们这群臭花子在窝囊 又怎么能容得恶狗在耳边乱叫 对了 我给你引荐一位朋友 说着一纸身边的周同 这便是华山派的周同周兄弟 司马行天文听 忙拉了周同的手 上下打量了伴上方道 你便是华山派六弟子周同周兄弟 我常听方兄弟提到你 今日一见 果真是风神俊朗 名不惜传 周同一呆 忙问道 司马帮主 怎么你也认识我大哥方辣呢 司马行天一正 忙笑道 哦我和方兄弟曾有过一面之缘呢 他话没说完 呼听门外一个洪亮的声音笑道 你与方辣同为名教弟子 又岂能不相识 司马兄弟 眼下大势临门 这里又没有外人 便不要再隐藏身份了吧 众人皆是一惊 司马行天却眼睛一亮 问了声 上官大哥 你也来了 便飞身跃了出去 却听那洪亮的声音又道 非但是我来了 你却看看还有谁 此时吴长风和周同等人也奔了出来 却见门外站着四人 皆是一身白衣 周同认得这是名教的福色 盲定经看使 见是才说话的那个父姓上官之人 是个神情粗豪的黑须老者 他身旁一个是个身材极为魁梧的红面浓然大汉 一个是星官赫场的辉然道人 在他们三人簇拥之下的却是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 周同借司马行天正向的老者失礼 神情破为肃穆 心下一动 不禁脱口道 您就是名教的汪教主 那白发老者一听 不禁念然笑道 你这小兄弟眼力果真不差 难怪方兄弟总是在我面前赞你沉默眼拙 请问阁下是陈姑燕向那老者一欠身 问了一句 司马行天忙抢不过来 向众人陪笑道 诸位 既然如此 我也就不便隐瞒我是名教中的庙水长老 说着一指那白发老者的 陈长老 吴长老 这位便是本教的汪姑陈汪教主 汪姑陈哈哈一笑 向陈吴二人一拱手道 老朽素文丐帮二位长老的大名 今日一见 真是三生有幸 吴长风笑道 汪教主太客气了司马兄弟 这几年来 咱们一直不知你是名教中人 你的身份隐藏得很好啊 司马行天脸一红 笑道 兄弟也是情非得意 毕竟本教形势隐秘 教旁人知道了我的身份 终有许多不便 还望二位长老见谅教主 二位长老 咱们进去说话吧 不错 这外面冷得紧呢 那红面大汉说了一句 众人心头皆是一脸 只觉这大汉声如巨雷 直阵的树顶鸡血速速而落 周同暗道 看不出这大汉的内力好深 群豪入内坐定 司马行天忙给众人引荐 他先一指那红面大汉的 这是本教四大护教法王之中的 神教法王正雄正大哥 因他身形高大 武艺超群 又坚性如烈火 极恶如丑 是以歹人匪类避之唯恐不及 给他送了个混号叫赤面魔君 也有叫他做正魔王的 正雄哈哈一阵大笑 道 司马兄弟 现下这正魔王三字叫得久了 我的真名倒快忘记了 众人一阵大笑 司马行天又指着那辉然道人道 这位道长是本教的名师法王 俗家姓乔 道号上道下清 人称回龙道长 又一指那姓上官的老者道 这是我本教四大法王之首的名神法王上官 韩云 周同心道 听大哥和金剑先生他们说 名教之众 向来一教主 二使者 四法王 十长老为尊 想不到今日汪娇主敬带着三大法王 齐临机公山 却不知是怎么回事 他正出神 汪姑尘却先自问道 周兄弟 一兄方辣他们已然上华山元首 不知你们碰上了没有 周同叹道 多亏贵叫元首 我华山派才得免灭门 可惜啊 说着长叹一声 将华山的惨祸对汪姑尘略略讲了 汪姑尘听罢 周梅道 此事看来颇为棘手 老朽就是因为不放心 欧阳兄弟和方兄弟他们的安危 这才想带着三大法王 去华山看个究竟 哪知半路上 听说丁老怪要上鸡公山 找司马兄弟闹事 情急之下 便先顺路上了鸡公山也罢 等此间之时宜了 我便让名教上下通力查访 相信定能找到凶手的线索 周同报全道 如此多谢汪教主了 对了 您在青城山上收的那个义女 百花姑娘也到了华山了 哦 王姑尘双眉一挑 问道 百花丫头 他也上了华山 他和你一兄见面了吗 周同点了点头 王姑尘手念隐染 汉手笑道 这我就放心了 这傻丫头 为了让你一兄安心练功 竟然离他远走 一去便是好几年 现在他二人能够重逢 也算了截了我的一桩心事 一旁陈姑燕忽然插话道 汪教主 陈某行走江湖 常听人说跪教有位高手 人称王道建模 不知却是哪一位能否代为引荐 哪知此言一出 汪姑尘 司马行天还有名教的三大法王 竟不约而同地大笑起来 陈姑燕有些摸不着头脑 其道 汪教主 司马兄弟 你们汪姑尘笑道 陈长老有所不知 王道建模并非一位高手 十乃四人 并且今日你一见其三